网传一个明星换了个红白狼窗逝世了,这个话题最近很热,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红白狼窗,该如何预防,从中医的角度又怎么来理解它,我们知道红白狼窗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,我们中医常常从提高免疫力这个角度来预防这一类的疾病,也就是说免疫系统被破坏了,主要表现为皮肤的损害和多个器官受累,在我们中医理论中,所谓的免疫系统其实就是防御机能, 我们中医将这种防御机能归为正气,我们说正气足,人才健康,外邪才不容易入侵,所以说红白狼窗的出现可以被看作是正气不足,外邪趁虚而入的结果,所以说如果说要想预防这一类的病,调理正气才是王道,那应该怎么来调和呢,关键在于平衡,你像这种平衡呢,不仅仅是机体内部的平衡,还包括我们身体和外界的平衡,我们通过调节机体的气血阴阳脏腹功能, 来使它达到一个和谐的状态,当你内部达到个平衡的时候,正气自然充足,那么个外邪呢,就不容易入侵,我们日常生活中呢,要做到三个方面,第一个呢,就是调畅情质,保证心情舒畅,避免稍微长期抑郁焦虑等不良的情绪,第二个呢,就是饮食有节,我们皇帝内经叫食饮有节,就是注意饮食卫生,你避免这个暴饮暴食呀, 多吃一些蔬菜呀,水果呀,少吃一些高油高脂呀,高糖高盐呢,第三个呢,就是健康的体魄,要早睡早起,不能熬夜,多锻炼身体,增强体质,只要这三点做到了,普通的外邪很难入侵,那么对于红白狼疮该怎么治疗呢,在我们中医上呢,常常讲究辩证失质,根据患者的体质,以及他发病的一些因素,我们中医呢,会判断出疾病的症型,我们中医叫辩证,并选择适合的方法, 其中呢,这个红白狼疮呢,其实我们原来也接触过一些,包括一些肾病啊,包括一些就是红白狼疮一类的,像我们常常用的,大多就是以这个补医器械,和一些这个滋阴凉血的,所以说你对于这个肝肾阴虚的患者呢,我们就选择这个滋养肝的这个药物,通过调理脏腹功能,是这个器械充盈阳,阴阳平衡,从而提高呢,身体的机能和免疫力,此外呢,我们中医还会采取一些外置的这些辅助疗法,你比如针灸啊,拔罐啊,推拿呀, 通过这个刺激穴位,疏通经络,来调节气血的运行,提高人的免疫力,那这些方法呢,在红白狼疮的治疗当中呢,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,所以说我们说有很多现在的疑难病呢,中医呢,都会给这一个出路的,只不过是因为我们中医在这一块,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,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红白狼疮,其实在早期的时候,我们觉得及时的用药,准确的辨证失质,至少能够延缓这个病,病发很重的那种情况, 以前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明星,因为这个病,遭到的就去世了,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,你学会了吗,咱们下期啊,接着讲,如果你有什么健康问题,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,观众王一生,一起做中医传承人。